有一个朋友买了眼药水回家点了两滴 闭上眼睛转了转眼珠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突然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的天哪 我买了什么眼药水呀 点了两滴既然全部下掉了 他顿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摔倒 桌子也踢翻了 嚎啕大哭啊 这时候他老婆在一旁骂道 越来越神经了 停个店把你吓成这样 学博人要明白 我们人对事物的理解不是全面的 一个人有毛病不代表他浑身都是毛病 一个人有优点不代表他一生全是优点 懂得不时帮助别人 解除心中的恐惧 我们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 你就会拥有快乐和满足 一个人不去贪别人的会远离痛苦 所以坚持行善积德 增长智慧 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你才会变得心无挂碍 无挂碍 无挂碍 我 无挂碍 无挂碍 无挂碍